我能理解 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男朋友 和其他女生住在一个屋檐下 换做事谁都接受不了 那 我最心爱的暗公子 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当然是为了我的太阳花 及身字号 真的 真的 你确定 千真万确 那 你得答应我几个条件 稀有空听 第一 非礼物听 非礼物事 没问题 第二 每天晚上都要向我汇报 而且视频汇报 保证完成任务 第三 不管他多么向你献殷勤 不准和他走得太近 保持一定的距离 必须做到 这还差不多 说完了 其他的还没想好 等想好了再告诉你 好 安公子 你这么快就要走了 我还真的舍不得你 我更舍不得你啊 人们都说 异地恋 是最考验恋人之间感情的 就当是我们爱情的一次考验吧 你觉得我们能通过吗 我相信 我相信 我可以的 我们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那下周一 我送你去机场 好 来 吃鸡腿 你吃吧 你吃 我刚刚吃过了 吃吧 你怎么真吃啊 这是九妞刚刚吃过的 你干什么呀 吃的你也拿来开玩笑 谁让你喝我吃饭不专心 你刚刚想什么呢 该不会是我还没走 你就开始想我了吧 嗯 别闹了 那就是在想组案喽 没有啊 我在想考试呢 是吗 看你一脸落寞的样子 和组案吵架了 别瞎猜 我和组案不会吵架的 那到底怎么了 哎呀 你反正跟你无关 你说出来 我帮你参谋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烦呀 我都说了跟你无关了 那 和孙安宁有关吗 看来是有关咯 孙安宁又出什么妖蛾子了 她该不会是和我一样 没死心吧 我呢 想把你从组案身边抢走 孙安宁呢 想把组案从你身边抢走 这样说起来 我们俩还是同一个战好的战友呢 你能不能别说了 孙安宁是不可能把组案抢走的 别以为去了美国她就如愿一场了 想得美 美国 你快回去吧 我一个人能走 我舍不得你吧 我就送到医院大门口吧 真的不用送我了 你怎么样 你快快快快快坐下 你又难受了 陈阳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信你们小满 他刚刚还想骗我呢 陈阳 你不要总拿自己的身体来玩 万一出现什么情况的话 说正事 姐 你怎么回来了 是供体找到了吗 是 武汉那边确定了一具供体 各项指标都符合 现在还有一些手续没办 我让律师留在那边了 我先提前过来 安排一下他手术的事 陈阳 你做好心理准备 下周一我们就进行手术 这么快 下周一吗 对 小满 陈阳手术前呢 要保证情绪稳定 这两天辛苦你了 好 好 走吧 你不是在医院吗 我们谈谈 沈沈阳 人呢 是 就这儿了 你就别做了 两个大男人坐在一起 太奇怪了 你连站着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不怕别人担心啊 你说顾小满啊 他现在应该更担心你吧 担心你跟孙安宁 你都知道了 你也知道 他这人藏不住事 嘴上说不在乎你跟孙安宁住在一起 其实我看得出来 他心里忐忑得很 喂 不是不让你坐吗 你是在兴师问罪吗 我们两个都是大男人 有些话应该说清楚 我自己说比顾小满说好一点 听讲 柳夏会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孙安宁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 说起来 我是不应该来找你 如果孙安宁真有手段 把你给抢走了 说实话我还挺开心的 那样我就可以明正言慎地追求过小满 再也没有后果之用 但是 我也能想象得到 那个小傻瓜 知道失去你之后 肯定会伤心地死掉吧 昨晚我有时候会问自己 到底喜欢顾小满哪一天 问来问去 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 也许喜欢一个人 真的不需要任何理由啊 不管最后我们的赌约如何 我只希望顾小满开心 人活一辈子开心有多重要 没有人能比我更清楚 只是 想要开开心心的一辈子 真的很难啊 昨晚 不要再让顾小满不开心了 算我求你了 算我这辈子 最后的一个愿望 你能答应我吗 嗯 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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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之前是怎么答应我的 我 我 沈青月你吼她做什么 是我自己跑出去的 我很久没有见我这位英俊的小学弟了 还是想念 所以 沈晨阳 你究竟有没有仔细想过 你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 要我怎么办 徐飞 大朕书彦 都给我来点 快 你有一天 一定能把你姐气死 我这不给你制造机会呢吗 你快点去哄她吧 你快去啊 我好歹也学了几年的医 我自己身体什么状况 我自己清楚 你也去哄吧 小曼 对不起 你没做错什么 我只是 有点难过 左啊 你说 沈晨阳她会死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她死了 你会难过吗 会 左啊 嗯 我不想是这样死 小丫头 小丫头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我前段时间学的 你不是说沈晨阳做饭好吃吗 我不喜欢你身边 有比我厉害的男人 在任何方面 之前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打球赢了展阅 可能这一次时间好像不太够 嗯 那 我帮你吧 你确定 你嫌弃我啊 你嫌弃我啊 你蒸饭 虽说上一次你好心 打住 我今天一定把米饭给你蒸熟了 嗯 对不起啊 我又给蒸熟家生饭了 没事 是电饭饱的问题 跟你没关系 好了 不是说好了吗 今天好好的 我告诉你 等你从美国回来 我一定 我知道 一定一雪前耻 以及前前耻 对吧 吃饭吧 嗯 来 嗯 好吃吗 好吃 那 我和沈澄阳的主意 谁更好 你猜 左岸 嗯 我有件事 想了很久 我想送你一个礼物 礼物 嗯 现在吗 嗯 是 我把之前损坏的修补了 现在又跟原来一样了 小玛 谢谢你送我这么珍贵的礼物 等你到了美国 就让他代替我陪在你身边吧 左安 我恐怕明天不能去机场送你了 你不会怪我吧 小玛 明天你在医院好好照顾沈尘阳 等手术结束了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下的飞机再回复你 嗯 左安 谢谢你 傻丫头 沈尘阳能好起来 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啊 嗯 左安 这之后的几年里 我每一天都会想起这个阳光温序的午后 左安的脸在我眼前是这么的生动 他的每一个表情 每一句话都熊热 哦 如果有点安静 如果有点安静 用力想你无所谓 尽管我们都会想起这个阳光温序 在几十年之后 在几十年之后 当我们各自白发苍苍 回首这段岁月 给彼此留下遗憾 那恐怕 那恐怕将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轻松时代里 最无法原谅自己的选择吧 秦深阳 你听到了吗 昨晚在祝福你呢 小满安 怎么了 你不去送他 他不会怪你吧 别胡思乱想了 我今天 只陪你 那意思是 我先过来 还有机会了 有机会 你先别说话了 医生说 不要浪费任何体力 再过二十分钟 就要做手术了 就不妞娜 昨天晚上 你姐姐已经把他送回家了 如果 如果那个什么 我 你帮我照顾救娘 好不好 你胡说什么呢 就妞娜只跟你好 他还等着你回来把他养大呢 养得白白胖胖的 反正 反正 我说什么你都不会听 我现在可是个病人 好好好 我答应你 你先别激动 这才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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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我那个家伙 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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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医生 是陈阳 陈阳 陈陈阳 cere一 确语 确语 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把墨镜戴上 小薰粉丝认出来 拜托 你以为这是国外啊 好歹怎么说 我也是国外男团CV出的 虽然说刚刚打算回国发展 你不是不知道 现在网络多发达 粉丝多疯狂 走 看什么看 有病吧 对不起对不起 我是展岳 你别给我丢人线 你不认识什么 这位先生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吗 我是展岳 展先生 您需要住店还是用餐 是有预约吗 我是展岳 展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贵宾客户吧 我马上帮您查一下您的预约 我 展岳 就国外那个 安邓思维出道那个 我是联系生啊 了解一下啊 我是展岳 回国发展太艰难了 怎么当时不好好考虑一下 怎么被打击了 嗯 没关系 什么都阻挡不了我展岳成为巨星的决心 那你明天可得找你的经纪人好好聊聊 嗯 加油 加油 哎 等一下 小马明天毕业典礼 你参加不了怎么办 没关系 他不会在乎这个的 再说了 他想见他 又不是咱俩 你这话就不仗义了啊 左岸来不了 咱俩也不参加 那小马该有多伤心啊 他伤心 他伤心 他伤心他就不是顾小马了 再说了 他是以第一的成绩比的业 他有什么可伤心的呀 小马还能拿第一呢 奇迹啊 别忘了人家的学霸男朋友 虽然是眼诚服导 不过这个效果一点折扣没打 你的巨星男朋友也很优秀啊 好 你最优秀 要了 不管以后 我有多大成就 我都会实现我的诺言 什 什么诺言啊 让你做我的伴舞 我绝不实言 仅仅是伴舞吗 偷偷偷偷偷偷 那你想让我这个巨星 为你做些什么呀 啊 啊 难道以身相许吗 以身相许不行吗 啊 行行行行行 真的行吗 行 好 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 离开这个宋客了 您可得给我好好录 我一会儿要搭给左岸的 左岸 我告诉你啊 您可得对我们想法好一点 来 我们来喊个口号吧 我们毕业啦 小满 你就这么走了 我们真的好舍不得你啊 对啊 以你的成绩 完全可以留下来进最好的医院 干嘛非要回家乡啊 咱打理不都一样吗 再说了 我想家了呀 我舍不得你啊 我舍不得你啊 我也舍不得你 我也舍不得你们啊 你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啊 嗯 你们也是啊 嗯 嗯 好了 说好了不哭 嗯 不许哭 嗯 那我走了 你拿好箱子别丢了 好 你慢点啊 嗯 拜拜 拜拜 嗯 嗯 嗯 北京时间七点整 小胆猫 该起床喽 我在睡会儿 你这个月啊 已经迟到五次了 你不是跟我说了吗 现在许飞主任 看到你脸色都不好了 哼 许飞那个家伙 自从叫到咱们银城中心医院 哼 一点都不顾起以前的交情 就知道在我面前白威风 也许人家是恨铁不成钢呢 你说什么呢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你看 你那边都几点了 你还在忙啊 我啊 在填非洲免疫治疗项目的申请表 去非洲的项目 怎么回事 等今天下班 我再好好跟你说吧 时间来不及了 你要是再不起床啊 可真的要被许飞唠叨了 哎呀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不跟你说了 我得赶紧走了 拜拜 拜拜 快快快快 我要迟到了快快快 来来来来 快快快 有有有有有有 你可真行 你爸我二十年如一日 在医院没有一次迟到喝早饭 你知道到好 实习才几天 我都听你脸红 哎呦呦呦呦 您别唠叨了 好我不迟到 什么就就多吃点 金主啊 晚上等我回来下厨 嗯 你不准做饭 怎么了怎么了 这还看不上你爸的手艺了 嗯 跟您我就不客气了 嗯 您那手艺 哎呀我就纳闷了 嗯 几十年录音室 您一点进步都没有 嗯 我说有时候 我怎么脑子不好使呢 我看啊 就遗传因素吧 臭丫头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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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儿 许许许许许找 还有一个呢 小雪 小雪 衣服 迟到五分钟 一会儿许主任他们来了 你就说我早就到了啊 小满 许主任早 好 你呀文章跟徐叔的茶房看得紧 您好 您好 怎么样 今天胸口还疼吗 在医院治疗这些日子 大妈感觉好多了 谢谢你妈 回家门 你过来看一下 好的 冠状动脉狭窄 我昨天不是让你把病历都背下来了吗 我没背会 小雪 你来 我 对 没事 说 冠状动脉狭窄 术后第五日 生命体征平稳 血氧饱和毒正常 术后恢复情况良好 你们看看 你们这些实习医生 还不如一个护士 不对 这数据好像不对 阿姨 您今天 有没有感觉胸口很疼 浑身使不上力气 还呼吸不上来呢 徐主任 我觉得阿姨 可能是心肌缺氧 缺氧 不会吧 小马 心电图明明显示 可它确实是缺氧的症状啊 每个心脏病人 都有你说的那些症状吧 我是说 它的指甲和嘴唇的颜色不对 好了 我跟你们说过很多次了 要观察病人来判断是否有缺氧的状况 不要迷信机器 机器坏了还能修 你们呢 不要 作为医科大毕业生的第一名 你也不要太骄傲 虾猫也能碰上死号 今天把所有的病理都背下来 背不下来就憋下吧 知道了主任 继续茶吧 谢谢徐主任 没事儿 您安心静养 慢慢挂上 小门 刚才我话说得有点重 你别生气啊 那哪能啊 徐主任 咱们都是这种关系的 不用叫主任 叫我师兄就行 这不太好吧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 阳凤英伟 可不是我顾小门的风格 怎么能说是阳凤英伟呢 应该叫这个 剑锋使舵 不对不对 好像也不是什么好词 或者叫剑锦修士 您放心吧 你好好做你的主任 我呢 好好做我的实习医生 你的表现 大家都看在眼里 我不会乱讲话的 没事儿了吧 那我走了 要不要我给你沏油茶 再聊会儿 这就不用了 我还得背病例呢 哪像您啊 我可没时间陪您在这儿聊天 再用功夫 把门给我带上啊 徐主任 又训你了 没事儿 我都习惯了 每天都跟打仗一样 昨天两点才睡 早上七点就起来了 看来今晚又要通宵了 谁说不是呢 好 佳佳真可怜 先天性心脏病 每天装作开开心心的样子 有一天我值夜班 听见她躲着哭呢 好 佳佳 你在看什么呢 没看什么呀 小马 等货陪我去外面走走呗 好啊 送便买个冰淇淋回来吃 行 不过 你只能吃一两口 我还想 你当我女朋友 也可以呀 不过 要等你长大了再来找我 你对我这么好 是不是因为 我病得太严重了 那我就不可能长大 怎么会呢 当然不是啦 我 遇到过比你病情更严重的人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呀